中国这次在沙漠种植了30万吨土豆 没想到如今居然都长成了这样 震撼一幕欧美28国全傻眼了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中国是人口大国 每年种植的粮食 大部分都用来满足国内需求 可每年仍然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鼓励开垦更多的耕地 种植更多的粮食作物 在中国陕西茅乌素沙漠 勤劳的人们在这里种上了土豆 没想到还行大丰收 众所周知 大部分国家都会面临土地沙漠化的现象 居民会制定多个不同的解决方法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遏制土地进一步沙漠化 防止扩大的沙漠给人类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很多人只知道非洲长期处于热带环境中 非洲的沙漠化现象十分严重 大部分非洲人无法获得充足的水资源 除了非洲的沙漠化现象十分严重之外 中国的沙漠化现象也不容不适 我国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等地的土地 沙漠化现象十分严峻 工作人员会极力改变当地的环境与气候 以保证沙漠不会进一步扩大 自从国家制定土地沙漠化整改政策之后 我国沙漠的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 毛巫素沙漠被国人用来种土豆 并且产量还达到了三十多万斤 中国君民是一群可爱又善良的人们 大部分大妈都非常喜欢种蔬菜 即便他们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城市 他们也会通过不同的方法 满足自己种植蔬菜的愿望 正是由于中国人特别喜欢种植植物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沙漠中种植土豆 由于中国人的种植能力比较强 我国毛巫素沙漠中竟然收获了三十万多斤土豆 这是中国毫无尊严的沙漠 被人拿来种土豆 还产出了三十万多斤 聪明的陕西人民更是在治理过后的毛巫素沙漠 种伤了土豆 而且还喜迎大丰收 取得这样的成果 让很多外国人都感到非常意外 除了种植土豆外 附近居民开始在沙漠中种植非常容易成活的地瓜和蔬菜 本来大部分外来游客认为当地居民在沙漠中种植蔬菜 鼓励于相关人员治理沙漠 但是当地居民用实际航动向每一位游客和专家展现了土豆也能改变沙漠环境 沙漠中的土豆生长状态十分优良 就好像土豆天生就是沙漠的克星 那么 这些种植土豆的农民究竟有何绝技 他们如何战胜了荒芜的沙漠 经过调查 我们终于揭开了这个秘密 首先 这些农民利用科技手段进行了前期调查和研究 确保土壤的适宜性 他们发现 在这片沙漠地区并非一片草木不生 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地下水资源 通过合理的利用和管理 他们成功地将这些地下水引入土壤中 为土豆的生长提供了必要的水分 其次 这些农民选用了适应沙漠环境的土豆品种 并进行了不懈的培育和改良 通过科学的种植技术 他们成功地将土豆种植在沙漠中 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收成 然而 尽管这些农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土豆种植在沙漠中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困难 首先 沙漠中的温度极高 日夜温差大 对土豆的生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其次 沙漠风沙较大 容易给土豆的生长带来不利因素 农民们必须通过加强对土壤肥利的调节 增加保水措施等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 陕西省是一个富有文化和底蕴的现代化大省 我国每一年都会派专家前往陕西省的毛巫素沙漠 经过专家和当地工作人员的辛苦工作 毛巫素沙漠的整体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如果你到达这片巨大的沙漠 你会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 毛巫素沙漠中出现了大片的绿色之位 而沙漠的面积正在逐年减小 毛巫素沙漠为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 人们要时时刻刻做好防风布沙的准备 人们也要在上班过程中戴好口罩 防止沙子进入口鼻 毛巫素沙漠靠近陕西省的榆林市 因此这座城市也被称为沙漠之城 进入21世纪之后 我国开始治理被人们肆意破坏的环境 经过工作人员十几年的辛苦治理毛巫素沙 沙漠中的80%的区域已经被植物覆盖 曾经的沙漠也变成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绿洲 我国专家对每一个沙漠进行了数据分析和环境分析 专家会根据每一个沙漠的具体状况 制定沙漠防治的方法 毛巫素沙漠是最典型的沙漠环境 专家制定的方针和政策是在沙漠中种植植被 然而有些沙漠却不适合种植植被改善环境的方法 库布齐沙漠就不适合种植树木改造环境 库布齐沙漠本身拥有巨大的水资源 只不过这些巨大的水资源在后期农耕过程中被人们消耗了 于是库布齐沙漠适合引流的改造方法 生活在盖沙漠附近的居民会看到神奇的景象 那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会把不远处的黄河水云送到库布齐沙漠 库布齐沙漠得到巨大的水源优势之后 库布齐沙漠也会焕发出全新的升级和希望 事实上 库布齐沙漠引进黄河水的治理方法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第一个好处是黄河水改变了库布齐沙漠十分缺水的现象 并保证沙漠附近的居民可以获得充足的水资源 第二个好处是黄河水进入库布齐沙漠之后 黄河水量保持稳定 人们不必担心黄河水会出现泛滥的状态 库布齐沙漠和陕西省的茅乌素沙漠 它们都是人们过度开发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人们开发自然环境过程中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环境造成的影响 而后期的治理工作需要人们发挥巨大的精力和金钱 这些年 我国治沙已经出现成效 在全球来说 中国的沙漠治理都是非常优秀的 其中有一小片沙漠已经被完全绿化 这就是茅乌素沙漠 据说还有人在上面种土豆 竟取得了大丰收 被外界称为惨兮兮的沙漠 起初这个项目外界是看不好的 因为陕西以北地区一直都是戈壁探 不要说种植农作物了 即便是树木都看不到 不过如今这里已经建起了新的防护林 被改造的沙漠面积达到了600多万亩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都意识到了 中国在治理沙漠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并纷纷向中国寻求帮助和指导 制沙问题也成为了一代一路倡议中的重要项目之一 然而当谈到茅乌素沙漠时 我忽然感觉到这片沙漠好像失去了它的尊严 茅乌素沙漠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 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之一 多年来 中国人民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对这片沙漠的治理中 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植树造林 古沙 植沙等 以改变沙漠的面貌 这些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沙漠化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沙漠变得利益盎然起来 茅乌素沙漠的治理成效不仅在中国国内得到了广泛认可 也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中国的制沙经验视为宝贵的财富 并希望能够借鉴和学习 中东国家尤其关注中国在治理沙漠方面的成就 他们纷纷派遣代表团来到中国 学习中国人民的制沙经验 并寻求合作和指导 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中国制沙成果的受到国际认可 也说明了中东地区对治理沙漠问题的迫切需求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 治理沙漠项目将成为一项重要的合作内容 中国将积极倡导和推动沙漠治理合作 与沿线国家共同应对沙漠化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不仅有助于改善环境和保护生态 还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 然而当谈到毛巫素沙漠时 我忽然感觉到这片沙漠好像失去了它的尊严 曾经是一片荒凉的沙漠 如今成为了人们眼中的希望之地 沙漠治理的成功 为毛巫素沙漠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沙漠不再是一片死寂和绝望 而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机遇的地方 然而 我们不能忽视毛巫素沙漠依然面临的挑战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依然存在 沙漠化的趋势并未完全逆转 我们需要继续努力 加强沙漠治理的力度 保护好这片宝贵的土地 总结起来 中国在治理沙漠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并成为了中东国家借鉴和学习的对象 治理沙漠问题也成为了一代 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合作内容 然而 毛巫素沙漠依然面临挑战 我们需要继续努力 保护好这片宝贵的土地 治理沙漠不仅是一项环境工程 更是一项关乎未来的事业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共同保护地球家园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